今年农历7月15很特殊 阿南德提醒 8月18日这些生肖少说 多干闷声发财 否则坎坷不断 今年7月15 确实是个不同寻常的日子 阿南德提醒大家 特别是生肖猪、鼠、兔的朋友们 8月18日这一天要格外留意 在这个月里 你们可能会遇到一些挑战 但也是积累财富的好时机 在2024年的这段时间里 天灾人祸似乎频发 让人们对自然灾害的关注度日益增高 阿南德在年初预测 从4月到12月 可能会有一场大灾降临 虽然他没有具体说明是什么灾难 但空气污染、洪水或地震都是可能的 最近阿南德又发布了新的预测视频 特别提到6月份可能会有银行体系的问题和大型天灾发生 但阿南德同时也指出 某些生肖的人是菩萨转世 他们拥有避免灾难的神奇力量 能够为家族带来长久的财富和幸福 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这6个生肖 他们的特质和如何能够为个人和家庭带来福气 生肖兔 生肖兔的人是普贤菩萨转世 他们的存在预示着家族的繁荣和幸福 属兔的人以其善良和细腻的心思 为周围的人带来了正面的影响 就像普贤菩萨那样 他们的行为充满了慈悲和智慧 属兔的人 他们的心地纯净 对朋友忠诚无比 即使知道可能会受到伤害 也会毫不犹豫地给予信任和支持 这种大智若愚的性格 虽然有时会让他们受到利用 但也正是这份纯真 使他们能够避免许多灾难 为家庭带来和谐与财富 据说 属兔的人在今生是普贤菩萨的化身 他们可能会被误解为有些呆滞 但实际上 他们拥有着无量的愿力和实践精神 普贤菩萨是佛教四大菩萨之一 象征着崇高的理想和行动的力量 属兔的人也同样拥有这样的特质 他们的行为和决策 往往能够带领家族走向繁荣 因此 属兔的人不仅能够为自己避免灾难 更能为全家带来财富和好运 甚至影响到三代之后 他们的存在 就像是家中的守护神 确保家族的长久幸福和繁荣 所以 如果你家中有属兔的成员 那么恭喜你 你的家庭已经拥有了最好的风水宝藏 生肖牛 生肖牛的人是稳重 勤劳的象征 他们的性格坚韧而可靠 就像是菩萨转世一般 能够为家庭带来和谐与繁荣 属牛的人 他们的脚踏实地和不懈努力 是避免灾难 吸引财富的关键 属牛的人 他们的内心坚定 正直无私 就如同老黄牛一样 默默耕耘 不求回报 他们的这种性格 使得他们在生活中 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 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为家庭创造一个稳定的环境 属牛的人 在今生是虚空菩萨转世 他们的利他精神和耐心 使得他们在处理人际关系时 总能保持平和 即使面对困难 也能够忍辱负重 从容应对 这样的性格 不仅能够维护家庭的和谐 还能够在事业上取得成功 为家族带来长久的财富 因此 属牛的人 他们就像是家中的守护神 不仅能够帮助家庭避免灾难 还能够带来连续三代的财富和好运 他们的存在 是每个家庭的幸运和福气 如果你家中有属牛的成员 那么请珍惜这份 来自星象和风水的祝福 让家族的财运和幸福延续下去 生肖狗 生肖狗的人 被视为忠诚 正直的象征 他们的品质与菩萨相似 能够为家庭带来和谐与繁荣 属狗的人 他们的忠心和善良 就如同阿弥陀佛一般 能够抵御灾难 为家人带来安宁 属狗的人 他们的忠诚 不仅体现在对朋友的无私 还体现在对家庭的责任感 他们不会欺负别人 总是以和为贵 这样的性格 使得他们能够避免 许多不必要的纷争和灾难 据说 属狗的人在今生是阿弥陀佛转世 他们的存在 就像是一个保护伞 能够帮助家人远离苦难 享受幸福安乐 阿弥陀佛 也称为无量光佛 他在过去立下了伟大的愿望 建立了西方极乐世界 广度众生 属狗的人 也继承了这种广度众生的精神 生肖马 生肖马的人 被认为是大势至菩萨转世 他们的存在 预示着家族的繁荣和幸福 属马的人 以其热心肠和乐于助人的天性 为周围的人带来了正面的影响 就像大势至菩萨那样 他们的行为充满了慈悲和智慧 属马的人 他们的心地纯净 对朋友忠诚无比 即使知道可能会受到伤害 也会毫不犹豫地给予信任和支持 这种大无畏的性格 虽然有时会让他们受到利用 但也正是这份纯真 使他们能够避免许多灾难 为家庭带来和谐与财富 属马的人在今生是大势至菩萨的化身 他们可能会被误解为有些直率 但实际上 他们拥有着无量的愿力和实践精神 大势至菩萨是佛教四大菩萨之一 象征着崇高的理想和行动的力量 生肖鸡 属鸡的人是不动尊菩萨转世 他们的存在象征着家族的繁荣和幸福 属鸡的人以其坚定的意志和精明的头脑 在生活中总能够找到克服困难的方法 为家庭带来和谐与财富 属鸡的人 他们的决心和勇气 使他们在事业上能够坚持自己的目标 即使前路艰难 也不轻言放弃 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 正是不动尊菩萨的体现 他们的慈悲和智慧 能够帮助众生消除障碍 走向光明 属鸡的人在今生是大明王的化身 他们的坚定信念和善良行为 能够扫除业障 带领家族走向繁荣 他们的性格坚韧 不会因为困难而动摇 这种坚定的心态 使得他们能够在商业上取得成功 为家庭带来财富 属鸡的人不仅能够为自己避免灾难 更能为全家带来财富和好运 影响到三代之后 他们的存在 就像是家中的守护神 确保家族的长久幸福和繁荣 如果你家中有属鸡的成员 那么请珍惜这份 来自星象和风水的祝福 让家族的财运和幸福延续下去 生肖羊 属羊的人被视为大日如来佛的化身 他们的存在预示着家族的繁荣和幸福 属羊的人以其温和的性格和深沉的智慧 为周围的人带来了正面的影响 就像大日如来佛那样 他们的行为充满了慈悲和光明 属羊的人 他们的心地纯净 对朋友忠诚无比 即使知道可能会受到伤害 也会毫不犹豫地给予信任和支持 这种大无畏的性格 虽然有时会让他们受到利用 但也正是这份纯真 使他们能够避免许多灾难 为家庭带来和谐与财富 属羊的人在今生是大日如来佛的化身 他们可能会被误解为有些温顺 但实际上他们拥有着无量的愿力和实践精神 大日如来佛是佛教四大菩萨之一 象征着崇高的理想和行动的力量 属羊的人也同样拥有这样的特质 他们的行为和决策 往往能够带领家族走向繁荣 更值得注意的是 农历七月份的月亮将与凶星、济都在天秤座合相 月时通常象征着变化和转换 而天秤座的月时可能会影响到国际贸易协议或人际关系的平衡 受到济都星的影响 人们可能会感受到稳定和谐被打破 甚至可能带来长期的负面影响 特别是在农历七月十五 可能会成为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因此 属猪、属、兔的朋友们 你们需要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 保持警惕 准备应对可能出现的挑战 记住 少说多干 闷声发财 通过谨慎行事和智慧决策 你们可以将挑战转化为机遇 在这个充满变数的月份 保持积极的心态 迎接每一个挑战 你们的努力将会得到回报 祝愿你们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 能够安然度过 迎来财运的新高潮 第一类人 生肖猪的人 在这个不平凡的七月十五 属猪的朋友们 你们的生肖守护星 将进入关键的转折期 阿南德再次提醒 尤其是到了八月十八日 你们要特别注意自己的财运和事业发展 今年 属猪的朋友们在商业上 可能会遇到一些挑战 可能会有时候感觉 努力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 但这只是暂时的 真正的解决办法 是回到起点 稳固现有的基础 从细节做起 慢慢扩大你们的业务版图 这样做 商业的未来将会是一片明亮 从小到大 属猪的你们 可能经历了不少的挑战 但这些都是 锻炼你们坚韧性格的过程 你们的性格可能有些内向 做事可能过于谨慎 但这正是你们 稳重可靠的最好证明 虽然你们可能不是天生的财神爷 偶尔会有一些不必要的花销 但只要合理安排财物 未来的生活 依然可以过得很舒适 随着岁月的增长 你们的运势 也会随着家庭的繁荣而改善 晚年的生活 将会越来越甜美 享受到子女成长带来的幸福 所以 属猪的朋友们 记住少说多干 闷声发财的金言 未来定能收获满满 硕果累累 第二类人 生肖鼠的人 7月15 对于鼠鼠的朋友们来说 是个需要特别留意的日子 今年的这一天 可能会带来一些小挑战 但也是积累财富的好机会 阿南德再次提醒大家 8月18日 鼠鼠的你们要特别小心 在人际交往中 鼠鼠的朋友们 可能会遇到一些小误解 甚至是矛盾 这个月里 你们要学会少说多干 避免不必要的言语冲突 在财务上 要保持警惕 不要轻易相信他人的甜言蜜语 尤其是在投资和大宗购物时 要三思而后行 感情生活中 鼠鼠的你们 要多给伴侣一些理解和包容 遇到问题时 要学会沟通 寻找解决之道 而不是互相指责 健康方面 要注意个人安全 避免不必要的风险 保持健康的生活习惯 鼠鼠的朋友们 你们的智慧和能力 都是非常出色的 虽然偶尔也需要一些好运气 但只要你们坚持不懈 努力前行 总会有成功的那一天 记住 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不要轻易放弃 所以 鼠鼠的朋友们 在8月18日 这个特别的日子 要特别注意 这一天 可能会有重要的决策 或机遇出现 把握住这个机会 你们的努力和智慧 将会带来丰厚的回报 祝愿鼠鼠的朋友们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 能够闷声发大财 收获满满 第三类人 生肖蛇的人 今年7月15 对于鼠蛇的朋友们来说 确实是个不同寻常的日子 在这一天 你们可能会感觉到 星象的微妙变化 仿佛有股神秘力量 在影响着你们的运势 但别担心 阿南德在这里提醒大家 8月18日 特别是鼠蛇的你们 要多加留意 在这个月里 鼠蛇的朋友们 可能会遇到一些起伏 有时候 你们可能会觉得 自己的情绪 像过山车一样 呼上呼下 这时候 最重要的是 保持冷静 做事更加谨慎 以免因小失大 记住 少说多干 闷声发财 这是今年的财富秘诀 鼠蛇的你们 天生就带着一份财运 但这份财富 并不是轻易就能到手的 你们需要通过 不懈的努力和坚持 才能让这份财富 真正成为自己的 小时候的你们 活泼可爱 但也因为好动 而经常惹麻烦 长大后 你们的才华开始显露 但在感情路上 要小心 别让烂桃花 影响了你们的财运 鼠蛇的人 情感丰富 对朋友忠诚无比 甚至愿意 为朋友两肋插刀 但在这个过程中 也要学会保护自己 防止被背叛 家庭对你们来说 非常重要 你们愿意 为家人付出一切 但同时 也要注意平衡 不要让自己的付出 变成家人的依赖 总的来说 鼠蛇的朋友们 你们的一生 都在为他人着想 虽然你们渴望自由 但往往会被各种责任 和压力所束缚 今年 尝试着给自己一点空间 让自己的心灵 得到自由的呼吸 这样才能更好地迎接 未来的挑战和机遇 记住 8月18日 可能是你们转运的 关键时刻 好好把握 第四类人 生肖兔的人 今年7月15 对于鼠兔的朋友们来说 将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期 在这个月里 你们可能会遇到一些 不顺心的事情 无论是在事业上 还是家庭关系中 但记住 这些都是暂时的 只要你们保持冷静 用心平气和的态度 去解决问题 就能够减少 不必要的争执和困扰 在6月 鼠兔的朋友们 要特别注意自己的健康 不要忽视任何小病小痛 出门在外 更要小心谨慎 避免不必要的冲突和事故 记得 少说多干 闷声发财 这个月里 默默地努力 将会为你们带来 意想不到的收获 鼠兔的你们 天生就有一颗善良的心 对待感情十分真挚 虽然你们的人生路上 可能会有一些坎坷 但这些经历 都会让你们变得 更加坚强和睿智 你们的个性 可能不够坚定 面对困难时 容易退缩 但这也是成长的过程 只要你们能够坚持 自己的目标 不迷失在眼前的诱惑中 未来的路 将会越走越宽 鼠兔的朋友们 你们的命运 并不全然由星象决定 你们的态度和行动 才是最重要的 虽然现在 可能会有一些挫折 但只要保持积极的心态 好运终将会来临 在老年时 你们将会享受到 之前努力的成果 虽然偶尔 还需要为家庭操心 但这也是生活的一部分 是你们情感丰富 生活的证明 所以 鼠兔的朋友们 8月18日 可能会是一个转折点 在这一天 你们可能会遇到一些 重要的决定或机遇 把握好这个机会 你们的努力 将会得到回报 祝你们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 能够少说多干 默默积累 最终闷声发大财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本期内容 请给我点个赞 也可以分享给您身边的朋友 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我的频道 您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 我们下期再见